我们常说的迷舍聊自信 这变成反腐 再搞六道轮回 六道是真可怜 深深思诗 出不去 在这个里面 最麻烦的事情 谁都不能够避免 晕晕相报 还在拼命在造 造什么 造恩恩怨怨 报恩报怨讨债还债 都在搞这些东西 从来没有停止过 这种纠缠 穷年累积 都没办法化解 只有夜市比夜市复杂 在近代 我们看到外国 现在中国也有催眠 从催眠里面 偷了不少的信息 知道一个人的过去身中 我们看到很多人 催眠前世都还是人生 你仔细观察这些人 这些人是很普通的 百姓 没有什么大善 也没有什么大窝 所以他保持 深深深深深度的人生 如果大善大窝 就变了 大善到天道去了 不是人道了 大窝到山土去了 也不是人道了 大善大窝 就产生大变化 没有什么大善大窝 就保持着人间 我们看美国卫斯的报告 这是世界上很著名的 有催眠 催眠书的一位大使 曾经有一个人被他催眠 好像能回到八十几世 回到了三千多年前 住云洞 一时一时的去 把他自己的这些经历 去说出来 那绝对不是编故事 绝对不是骗人的 说明确实有轮回这种事情 确实有国报这种事情 那么这些事情 讲得最清楚的 最透彻的 还是佛建 那前几年 我在澳洲 我找了三位同学 去查大藏经 两个星期了 把大藏经里面 有关于这一些 地域轮回现象的 这些文把它抄出来 以后抄出来 我们印成一本 我给他提了个名字 诸今佛舍地狱 这个汇集 里面一共是二十多种经论 比道家的讲得好 道家这些讲地狱 古报讲得很多 阴讲得少 佛法里头把阴都说出来了 什么样的阴 带什么样的古报 这个很难得 所以这些 化地狱变相图 都没有在佛经里面 去参考 因为佛经的散在 太多金属里头 不想道家 玉力包抄 那就够用了 所以江一子江老师 画的地狱变相图 根据玉力包抄 那佛教里面 只有地藏经 这是大家常常看到的 现在我们有这么一个本子 让它再有人化地狱变相图 可以根据佛经 佛所说的 诸经 解药 没有 没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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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 没 没有 感谢观看